但一直到今天才真的有适当的时间可以来看 谢谢你们的用心 看到眼前这块大型广告牌有超大的自己 写上7月1号生日快乐 让李佑家感动万分 迈入35岁生日前夕 粉丝用心打造惊喜 李佑家也透露频繁日常 然后今天我的太太开车 在我工作完结束之后她载我 其实她最近很忙 她开车载我 然后去买了一个我真的很喜欢喝的这个冰咖啡 收到粉丝惊喜这天 太太丁文琪也为她准备冰咖啡 晚上吃着最喜欢的食物度过 今年的生日当天也很不一样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总裁那一天就7月1号是我的生日 这次的表演 我会再一次的珍惜我的天赋 就是唱歌 我会用心的去感受她 传递我要传递的感受 身为金曲奖嘉宾表演卡斯 李佑家抢现预告 这次她很用心 会用歌声传递感动 将会是一段精彩又疯狂的组曲表演 不只表演让粉丝期待 这次当颁奖嘉宾的小S 就曾说会用疯狂的方式出现 爆出江和剑夫居俊叶一起走红毯 Let's go 发生DJ crew带来超多夯曲 全场气氛嗨到爆 居俊叶继四月在夜店表演后 7月1号将再回归 如果居俊叶现身金曲奖 段时间内北高折返跑 小S则回应 完全没听说这解释 TVB新闻龙上张旗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